深夜里嫌犯持刀抢夺被害人财务后随即开车逃逸 这起案件发生在台北市内湖康陵路三段向内 嫌犯疑似以借贷为由约出被害人 在率众强压上车抢走被害人身上现金11万元及金项链后逃逸 警方说明案件经过 9月22日晚间11时左右 东湖派出所辖内康陵路三段245向内 发生一起因借贷纠纷而引起的强盗案件 诚信被害人现金及金氏招抢无人伤亡 经远警调阅相关监视画面后 循现查期六人盗案 同时取货毒品及刀谢等证物 全案序医抢盗等罪嫌移送地监署侦办 内务分局方面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调阅相关监视画面进行搜捕 陆续逮捕有竹联邦背景的王姓及吴姓嫌犯与车主黄姓男子等六人盗案 并在车上起出犯案刀谢与毒品等证物 其中有三人还是未成年 警方已经依强盗等罪嫌移送地监署及少年法庭侦办 主嫌王姓男子因为涉嫌重大被检方申请羁押 记者张其滩 台北报导 王姓男子特书